2023国立11月8日农历9月25日 梁晨吉时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高雄传艺园区 盛大举办了庆城入措齐安直辅完完法会 活动中特别邀请到正义四汉张天师府 第65代张天师亲自立临高雄传艺园区现场 并主持盛大隆重的开箱点灯与米龙神开光大便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高雄传艺园区 庆城入措齐安直辅完满到场 开箱点灯继米龙神开光 典礼开始 主记者正义四汉张天师府第65代 天师张艺将大真人请就位 文化部代表陈主任秘书 登清请就位 率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同仁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主任岳仪 请就位 周副主任球强请就位 赖主任秘书名人请就位 台湾玉剧团彭团长洪志请就位 请分享 一拜 公祝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高雄传艺园区 欢喜入措宏弘图大展高棚满座 再拜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高雄传艺中心业务昌龙 三拜 祈求全体人员圆成光彩身体健康运图亨通 请吉祥 香热玉炉 请安香 众等功向万法宗坛列位尊神朝礼三拜 一拜 再拜 三拜 接下来我们进行点灯分灯仪式 恭请郑伊斯汗张天师傅第六十五代天师张艺将大真人 祈斗点灯 在此同时我们请文化部陈主任秘书灯清 国力传统艺术中心陈主任愿意共同点燃祈福光明灯 请领天国 请领天国 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天师为现场来宾祈福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高雄传艺园区 庆城入措祈安直府滑满法会 经过了第65代张天师 依循正统道教鼓里的 开箱点灯仪式之后 整个园区的气场全然不同 就像是被阳光变洒进来一般 举目所及 感觉整个都光彩明亮了 今天的这个科医呢 事实上是象征一个工程能够完满完成 那这个非常非常古典 那个正式而且完整的这个科医 我觉得它其实是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 那本来戏剧就是在这个道教里头的这个文化里头发展出来 那那个我们华人的这些戏曲戏剧 事实上跟今天看起来可以很多都找到它的源头 文化部今天其实是只是一个开始 我想也要非常的祝福玉剧团 未来在经营这个场地的时候 能够经营的非常好 能够把传统的文化保存 跟发扬出去 有一个卡大地就要努力做事 让我们的传统戏曲能够得到这个民众的这个肯定 跟这个赞扬 很开心啊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天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宣布 我们呢这个园区呢 在今天终于办成了倾城入措的仪式 在106年开始 其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 从破第一个土开始 到现在经过6年漫长的时间 从呢这个文资一直到新大楼的概率 到使用之道的曲壳送水送电 是一个漫长的路 我们完成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非常开心 跟所有南部的同众朋友们宣告 我们传业园区呢 成立了 未来会服务所有的南部的歌仔戏的朋友们 以及所有戏曲界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多多利用这个场地 我们再创戏曲风华 那我们整个传统中心呢 在高雄这边呢 希望有将来在这个地方 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发展 那目前在整个中山堂 跟这个综合商业大楼 我们在做营运的规划 我们希望它变成南部地区 传统系统的一个基地 那也期待 有更多的 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与 我相信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一定会保佑我们高雄 左营中山堂这块地区 非常的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然后将来能够这个圆满成功 好 谢谢 在整个庆城入措 齐安直福 完完法会圆满之后 亲切的第65代张天师 还巡视走访了 每个楼层办公区域 以及戏曲展演的 表演厅大会场 为即将启用的新园区大楼 齐安直福 并且增添如意吉祥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高雄传艺园区 庆城入措 齐安直福 完完法会 一切圆满顺利吉祥 期待不久的未来 肩负起传统艺术 传承的神圣使命 以及发扬传统艺术的 盛大愿景 与画时代的荣耀光彩 欢迎订阅